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听到嘎啦嘎啦的声音 这时天空掉下一个耳环 这不就是和男友刚送给自己的一样吗 正当梁子诧异之际 突然掉下一个不明物体 把梁子砸晕过去 醒来发现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 这时又传来嘎啦嘎啦的声音 转眼小女孩不见了 于是梁子也没有在意 回到家和闺蜜聊天 原来男友之前离过婚 挂的电话突然传来声音说 洗澡水已经烧好了 吓了梁子一跳 接着男友打来电话说 马上到梁子家 因为他前妻刚才要杀她 担心梁子出事 梁子走到浴室 水不知道被谁打开 然后房间内突然出现了一位红衣女子 女子拿着刀要杀她 惊慌的梁子拿起花瓶砸向了红衣女 可她免疫物理伤害 起来继续追梁子 梁子跑到警局 正巧警察出去巡逻 于是她躲在桌子下 很无助 抬头一看 红衣女竟然在房顶 于是继续奔跑 看见前方一群人 但是他们都是低着头 一动不动好像死尸 突然小女孩再次出现 指着地上的一堆祭品 看来小女孩应该是之前死去的一个孩子 祭品就是为小女孩摆设的 然后嘎啦嘎啦的声音再次出现 小女孩再次消失 出现在另一头 指着一个方向 似乎在为梁子指路 于是梁子朝着小女孩指的方向奔跑 红衣女子在后面追 跑上楼又看到一群死尸一样的人 其中一位脖子上有伤痕的死尸 指着一个方向 于是两子朝着方向走去 红衣女子经过死尸 我不配BGM都对不起 她们帅气的发型和灵动的舞步 梁子最终跑到了小女孩的家中 小女孩家中摆设很诡异 突然 红衣女子出现在房间中 梁子吓得掉下了楼 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中 原来 那天晚上 梁子回家正好被一个跳楼的人砸中 奇葩的是 由于跳楼者砸中梁子 导致他们的器官合二为一 于是 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器官分开 梁子遇到红衣女子的事 可以说是梁子做的一场漫长的梦 梁子出院后 到那个路边的鸡品旁祭拜 毕竟 这个小女孩拯救了梁子 哪怕是在梦中 然后梁子上楼 小女孩死亡后 悲痛的母亲 一直在楼上往下看 后来母亲还是伤雕自杀了 听到这儿梁子心头一紧 她一直以为 当初跳楼砸中她的是小女孩的母亲 但是母亲上吊自杀 那么是谁砸中她的呢 突然 身后小女孩和母亲的鬼魂出现 原来 当时为梁子指路的 脖子上有伤痕的鬼魂 就是小女孩的母亲 小女孩让梁子快跑 但是红衣女子再次出现 天色也变成了晚上 红衣女抓下梁子的耳环 然后扔下楼 楼下正想是当初下班回家的 那个梁子经过 耳环被楼下的梁子发现 往上一看 正巧 红衣女子把楼上的梁子推下楼 砸中了楼下的梁子 于是 有了楼下的梁子昏迷住院的情节 其实 真相是这样的 红衣女子就是 梁子男友的前妻 形成的一个怨念 虽然离婚了 但是得知梁子要和男友结婚后 一直纠缠着梁子 最终杀死了梁子 而且还是一个无限循环 从楼上被推下去 正好和从前的自己装在一起 从医院醒来 就会被再次推下楼 然后再一次循环的死去 永无止境 至于嘎啦嘎啦 就是女鬼的自带BGM 故事结束 说白了 就是前妻报复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 钢 大木是一个修车厂的员工 老实勤快 这天老板叫住大木 要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大木 老板就是相川照之扮演的 老板让大木和妹妹认识一下 说白了就是约会 看照片感觉长得还不错 第二天 大木来到老板家 老板妹妹叫做钢 但是她头上一直套着一个麻袋 钢收拾完出来 这么看感觉身材真的很不错 于是老实的大木带着钢出去玩 但是钢一直套着麻袋 期间还掉到了水里 于是大木把钢带到自己家 让她换衣服 但是钢的行为很粗暴 最终 大木还是把钢摁倒在床上 大木解开了麻袋 但里面却是血肉模糊 这可把大木吓坏了 同时 钢对大木解开麻袋也很疯狂 跑了出去 一会儿老板打来电话说 妹妹很喜欢大木 晚上 老板给妹妹洗澡 地上竟然都是血水 第二天大木就辞职了 在路上竟然发现钢一直在跟着她 看来钢是太喜欢大木了 愤怒的大木用铁棍不停地打她 以为把她打死了 但是晚上 钢又出现 这回大木把她扔下盒 结果再次出现 然后钢解开了麻袋 竟然把大木活活吃掉了 这时 老板也赶过来 对大木的死表示很无奈 钢看着大木的眼镜 也无助地哭了 这里 钢应该是一个魔女 也没有交代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但是她表达爱的方式极其残暴疯狂 老实的大木因此无辜死去 第二天 老板再次贴出招收员工的通知 看来 还要给钢寻找新的男朋友啊 故事结束 第三个故事 既成者 妈妈贵子离婚后 带着儿子大雄来到乡下居住 这天 贵子来到一个破旧的仓库 打开了一幅画 吃惊地看着这幅画 这时 客厅里的一个遗像掉了下来 遗像是贵子的哥哥 也就是大雄的舅舅 舅舅几岁的时候就失踪了 贵子问妈妈是怎么回事 因为当初 贵子看到哥哥走进仓库后就失踪了 而妈妈当时就在仓库 对此 妈妈沉默不语 自从贵子那天进了仓库 好像变了一个人 对大雄很冷淡 行为奇怪 让大雄睡客厅 晚上大雄要去厕所 叫妈妈 但是门打不开 大雄突然看见外面 妈妈走到了仓库中 于是大雄也走了进去 看到妈妈在唱催眠曲 但是仓库没有别人呀 第二天 大雄问妈妈去仓库做什么 妈妈说根本没有去仓库 然后一个大叔接大雄上学 发现大雄脖子上有伤痕 怀疑是贵子干的 于是和惠子当面对峙 大雄在妈妈的淫威之下 却说是自己弄的 晚上妈妈把大雄关进了仓库 大雄在仓库看到了很多 家族内男孩失踪的信息 身后 舅舅的鬼魂突然出现 但一转身又消失了 突然 对面箱子自己打开 大雄过去 发现了舅舅的头 接着 看到了以前姥姥给舅舅唱催眠曲的情景 这时 姥姥进来要大雄快跑 否则会被妈妈杀掉 但是大雄还是跑到了妈妈这里 大雄看到了一幅画 正是当年姥姥抱着舅舅死去的情景 这时 妈妈出现 对大雄说 他终于理解了当初妈妈的想法 就是不想让哥哥离开他 最终 母子二人抱在一起 第二天 大雄死在妈妈的怀里 就和画中的一模一样 第三个故事听起来有点晦涩 别怕 我给你说一下是怎么回事 很好理解 妈妈之前正常 但是去仓库 看到了一幅画之后就不正常了 这幅画就是一个女子 抱着孩子的画 看到这幅画后 妈妈就像中了魔咒 想要儿子一直留在身边 因而杀死了儿子 当时惠子的妈妈 也是看到这幅画后杀死了惠子的哥哥 因而 哥哥失踪 这个家族 貌似只要看到这幅画 就会受到影响 女性就会杀死儿子 因而 故事名字叫做 继承者 这完全就是一种畸形的爱 好了 故事结束了 第一个故事 死亡循环 日本人的眼光真的很超前 06年就想到了这样的剧情 红衣女子 依靠其浮夸的表情 自带的出场BJM 怪异的行走方式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典女鬼形象 故事中 女主两子 我感觉长得特别像日本的一位人气明星 没错 就是桃谷老师 很清纯漂亮 本片依旧是一部极具日本特色的电影 监制是日本恐怖大师青水虫 貌似 2000年左右 日本优秀的恐怖电影层熟不穷 而且很多情节设定 在现在看还是很新颖 不落俗套 好了 我是美男子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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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边 去那儿 乱 勿 走 走